今天來介紹一下2.5週年 Walkup 新增的愛用品 它究竟強化成盾如何 首先它直接加了2000攻擊 基本上它在突破的過程中 它已經加攻擊 然後帽子也加了很多攻擊 所以來到了1萬億的大關 你要是好感再更高的話 要突破1萬2的攻擊力大關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再來它的一般的技能 從369%直接上升到645% 而且是每25秒 CD算很短的 那普通這個趴數上升 就已經有1.74倍的這個倍率 那另外一個改動就是 它從原本的1Hit變成了3Hit 那3Hit就是直接拆成3份 它不是3Hit打600多趴 總共是215 x 3次這樣子的一個倍率 那分3次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這個被動 也會乘以3次 原本1Hit它追加的追傷 也只會追加一次 那3Hit它會追加這個3次 好接著我們來了解一下 這個追傷的這個情況 理論上這個追傷呢 是依照基本功去乘以這個一定的倍率 就是29.7%這個倍率 那至於有沒有暴擊 它還是做獨立計算的 所以暴擊看起來好像就是 一般就是2倍的這個傷害 不管你這個暴擊倍率多寡 一般如果有算暴擊倍率的話 應該乘2.44倍嘛 那看起來它好像只有2倍的這個傷害 因為普通我們看 我發現就是大概1800到2000的這個追傷 那如果有暴擊的話 就是3600到4000之間去做浮動 好那在技能方面也是這樣 你多段技能的Hit裡面 那如果有暴擊的情況下 其實好像也比較容易帶動這個追傷暴擊 那在這個強化的這個Normal Hit裡面呢 3Hit裡面 好第一發我們看到它有暴擊 那剩下8000這兩發呢 是沒有暴擊的 所以總共是3發 那我們看到追加的這個追傷裡面 有兩個18000的這個傷害 那中間有跳出一個3600的追傷的這個暴擊 所以看起來在技能組裡面 這個技能的Hit裡面 暴擊跟暴擊追傷 看起來是高度正相關 那在普攻的範疇裡面呢 普攻跟追加暴擊 看起來是獨立的一個系統 接下來我們來講講 為什麼這一次這個Wakamon會超絕強化 主要是它的ES 它ES有意義的地方就是它會有這個蓄積量 那這個蓄積能力傷害呢 它是不吃暴擊 但是它會吃屬性 那也不看防禦 所以它是固定傷害 那以前就是很難去累積到它這1300% 因為它基本功能已經變高了 所以它這個累積的傷害也變高 但你要累積上去相對也是困難 那好在它這個一般技能也有改動 從369%變成600多% 那我們也看到它有追傷的這個情況 所以三段Hit再加上追傷的情況 它一個人就可以打出740%的這個效益 那你說到1300還有500多%的這個效益在哪裡 它自己的這個三段Hit也會暴擊 那每一段暴擊就可以乘2.44倍上去 所以你三段裡面有兩段是暴擊的話 那是500%就補回來了 那當然也不可能每次都暴擊 但有這個期望之在 就表示說它要配合它這個一般技能 去打滿它自己的這個ES 是可行的 也不像以前這麼難了 相對容易多了 所以它這個傷害提高了 而且穩定性也提高了 它在面對各種的這個單體BOSS的穩定方向也提高了 所以這一次就是為什麼Wakamon 它又回歸這個單體王輸出 主要是神秘來說 神秘的單體王輸出的這個寶座 那以上是這一支Wakamon的介紹 那接下來2.5週年Wakamon也有做複可 想入手的趁這個機會 那因為Wakamon是限定角 所以它只有週年才會出現 非週年一般是拿不到它的 這個機會有複可 下次要複可可能也沒有機會了吧 好啦以上是Wakamon的介紹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